各位同學好,來看一下屏東科技大學的研究所考題 上面這個問題是一個四乘四的行列式要去算一下它的行列式值 這個行列式的運算過程中,我可以用降階的方法 因為這四乘四階,然後變成三乘三的 這樣的話比較方便,也才是正確的算法 你要直接把它呈開來,四乘四以上的不能這樣做 各位同學就五乘二乘三乘二,答案就結束了 不是喔,不是這樣子 各位同學,我們要以第一列為準 做展開降乘三乘三的行列式 大家記得正負正負正負這樣的概念 不過它的係數也要拿來乘 因為它係數要拿來乘 所以只會有第一個五相關的降階之後的行列是要算的 好,原式 好,以五為中心點,畫水平線畫垂直線 五要乘進來喔,而且它正的 五要乘上誰呢? 乘上我剛剛講的 化掉的部分不理它 剩下的留下來的 二一一 零三 負二 零零二 好,留下部分做展開了 好,那留下部分就可以把它呈開來了 好,就是二乘三乘二 好,五 好,因為講二乘三乘二 它有留下一些不是零的東西 不是零的數字 其他都要乘上零的話 一乘上零我就不寫了 二乘三乘二,那就十二嘛 好,所以這個是六十 好,以上請同學們參考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